我们不希望2023年8月24日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 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不正当 不合理 不必要 我们奉劝日方 不要从一己私利出发 将核污染的风险转嫁给全人类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 是经过核电站融化堆心的水 这种污染水 同正常的核电站废水的排放 完全不是一码事 两者的性质不同 来源不同 处理难度不同 日方有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恰恰表明了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科学 有意蒙蔽国际社会 是封工人类的水平